迪奥将于近日开展2018春夏高级定制系列发布秀 同时还官宣邀请了品牌大使Angele Bobby 黄轩 陈飞宇和王子文一同看秀 围观群众觉得奇怪 之前官宣过的品牌大使赵丽颖怎么不在其中呢 网友有的猜测是不是赵丽颖的迪奥大使已经到期了 已经不是迪奥的大使了 所以这次名单中才没有他 但是赵丽颖跟黄轩Angele Bobby一样 都是中国区品牌大使 所以跟迪奥的合作期应该跟他们是一样的才对 有的猜测是之前的英语事件所引起的舆论不好 所以迪奥把赵丽颖的大使撤下了 如果真的是这样 粉丝都为赵丽颖感到可惜 毕竟只是因为英语口语不标准 就被撤下有点太晕了 毕竟在外国人听来 我们说的英语应该都是有口音的吧 但是现在看来既不是合作到期也不是被撤下 而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湖南卫视 官微也做出解释了 只是因为赵丽颖目前忙于拍戏 所以向迪奥方请假了而已 目前电视剧知否知否 应是绿肥红兽已经临近杀青 最近剧组都是加班加点的在感 还曾经连续拍过20小时的 赵丽颖在该剧中的戏份非常重 作为男主的冯绍峰据说月底就杀青了 而作为女主的赵丽颖要到4月份才能杀青 作为演员的赵丽颖肯定优先主业 要是在这样的关头还请假参加时尚活动 把整个剧组丢下 拖累整个剧组的进度 耽误了电视剧的制作 估计更会被网友骂不敬业吧 所以这么一拳衡 还是觉得银宝这么做没有错 虽然少了一点点曝光 但是能保证剧集的完美 不过其实这也不是赵丽颖第一次因为拍戏荡期冲突而放弃活动了 之前赵丽颖代言爱奇艺会员的时候 爱奇艺举办圣典邀请赵丽颖参加 当时赵丽颖正在拍摄韩寒指导的乘风破浪 因为时间实在是差不开 也是拒绝了邀请而专注在拍戏上 其实明星因为荡期冲突拒绝一些活动而优先选择演戏是挺正常的事 虽然现在很多网友都说综艺红得快 但是还是很多演员在综艺和演戏之间选择演戏的 这样的做法真的是让人好感倍增 请不吝点赞订阅